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319调查 又是一团迷云 让我们实在是看不下去 大家看看我们宪法规定 宪法52条说总统除内乱或外患罪外 非经罢免或解职不受刑事上的诉求 监察院可以对总统进行请教或者宴循吗 我们再看看这个解职 现在唐河总统 副总统 宪法征修条文第四条 已经由立法院行使了 根本非监察院可行使的事项 监察院如果他有行使宪法上的职权 他应该是约循总统 按照体制上约循没有请教 现在改成请教 就是名不正 言不顺 监察院根本没权在作秀而已 所以我们希望监察委员你要棘手分镜 不要问乱了宪政的体制 让我们整个宪政在少数委员作秀的心态下破坏无疑 第二个再看看319的调查报告 连一枪一弹 两枪一弹 两枪两弹都搞不清楚的 还能够查吗 告诉我们社会什么 只是混乱一团嘛 本来319的这个调查 在监察院最受惠的是陈继命副院长 叶耀彭委员 结果调查的是无分三委员 大家想一想 我们在整个调查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监察院什么 乱成一团 根本非无分三的专长 而真正的应该调查 进行调查的是陈继命跟医药盆 结果 拿出的答案 还不如李秀林副总统的自己所写的书啊 怎么可以告慰我们所有的2300万这个同胞 所以我这边具体的建议 第一个 请监察委员棘手分计 不要问乱了宪政的体制 第二个 我们请立法委员 我们及早的通过 我们第二次征调会的调查报告 到现在为止 还坦在委员会中 为什么不做表决 而且及早的进行第三次的征调会 第三 第三 请王清风 陈兆明 陈敬立 叶耀彭 这些三一九 在民进党执政时期的勇士 得利的人 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得利的人 这些人站出来 给 些... 三 之中 整 payments ops 感谢观看